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菩提化体贤的莫天行和韩风等人 让硝烟有更多的时间凝聚三色佛怒火莲 佛怒火莲的威力让莫天行放弃争奪 韩风明白此战绝无胜算可言 便放下狠话后远顿而去 危机看似结束 谁知鹰山老人竟将灵魂力量藏于菩提化体贤中 伺机将其夺走 早有所觉的硝烟 联手苏谦和小一仙布下陷阱 粉碎了鹰山老人的阴谋 家内学院 我又回来了 子言 前面就到内院了 你快下来 最近你实力正常啊 那可不 是大长老 大长老回来了 大长老回来了 大长老 你们看看 谁回来了 谁啊 人呢 还好跑得快 不然苏老头又会啰嗦半天 你第一次来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打打牙记 走 我也该回盘门看看了 一晃就两年了 好像一切都没变 快点快点 好 要成丹了 我闻到丹香了 天气丹 天气丹 年纪轻轻 变得炼制四柄丹药 天赋不错 出 新来学习的炼药术 可是越来越精湛了 真是不错 只是可惜了 谁在说可惜 若是火候再精准些 运丹的时间再长一点 这枚天气丹的品质 会更好 你谁啊你 不要装得好像很懂的样子 盘门里可没人见过你 是不是哪个势力派你来的 此处是盘门总部 只有盘门成员能进 我看你为穿着盘门制服 这可不符合规矩 你是隶属于哪个系的 我来找人 找人 外人若是要进盘门寻人 须得有人引路 像你这样胡壮瞎闯 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要找谁 虎家和吴昊在吗 我找他们 什么 说 是哪个势力 有什么企图啊 吴长老和盘门主事 岂是你说见就见的 就是什么人哪 怎么回事 那人不然有问题 哼 萧嫣 你一走就是两年 这摔手掌柜当得爽吧 他是萧嫣 创建我们盘门的门主 就是那位咱们学院的英秀 萧嫣 上次峡谷一别 我实力也增进了不少 有兴趣再鄙视一番吗 发马过来吧 嗯 叙烈斩 龙木空蛇膛 哇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可以啊 被晓得门主这么厉害 真不愧是盘门门主 两年时间 你们也变强了不少 恭喜恭喜 嗨 哪能跟你比 来欢迎一下 我们盘门的门主吧 门主 求养大名 今日一剑果然气都不烦 刚才真是失礼 还请多多包涵 樱山老人夺得菩提化体贤后 逃出黑皇城 画出纷身吸引各方注意 真身却已不知去向 萧炎为夺回菩提化体贤而来 却发现樱山老人举止异常 怀疑有诈 一番寻觅后果然找到其真身 却韩风和莫天行等人 狭路相逢 本已亡命的韩风再次现身 萧炎再遇叛尸恶徒 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你这叛徒竟然还能活下来 这可多亏了你啊 我的好师弟 如果不是你 想必我也很难达到这般实力 萧炎说得果然没错 这一次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 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 魂殿 你体内怎么没有那个老家伙的气息了 我倒是忘了 那个老家伙已经落在魂殿手里了 他不是认为你能保护住他吗 现在看来那个老不死的眼光 是一如既往的瞎呀 韩风 我守着你这叛逝无意的秘土 小银 势不为人 你送我一个 师弟可真有魄力 不过想杀我 我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了 你看老夫有没有这个资格 没想到你不仅没死 反而突破到了斗宗界别 不过能杀你一次 自然也能杀你第二次 莫要做出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大长老 那边如何了 他那些灵魂分身已经消失了 我跟着你留下的印记赶了过来 多谢诸位帮我争取时间了 小小手 了 ちなみに あ 合 NATO 今 今 と 冠主 消除普及化的陷 不愧是黑角玉的老牌强者 实力果然非同一般 可惜你今日恐怕在劫难逃了 四明道宗还真记手啊 看来这菩提化体贤与老夫无缘 也罢也罢 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分 老家伙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你也要我拿喽 小心 你们这群白痴 小爷 你检查一下 嗯 这老怪竟然扔出了真的菩提化体贤 怎么可能 你把印记抹除了 哼哼 在你到处铺提化体贤里有手脚时 你觉得老夫还会任由其存在 现在东西已经不在老夫这里 你们还想打不成 哼 走着瞧 这笔杖我先记下了 小爷小心 莫总主 你还打算袖宠旁观吗 莫总主 真打算对我们出手 若你能当一回看客 事后 小爷定将破宗丹奉上 莫总主 你还中了这小子的环片之计 形成他们两名道风强者的实力 他们若是不赔 你还能拿他们怎么样 做是莫总主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现在就将破宗丹给你 如何 莫总主 当真 当然 事后我寒风钥匙耍赖 莫总主可以直接来摩掩股 行尸问罪 好 信你一次 希望你不要细耍老夫 不然的话 既然莫总主 愿意相信判施之人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那般条件 值得冒着来先 懂小话 不要再拖延了 老家伙 几年不见了 今日别让我看看 你是否还能如当年那般 没想到 叱咤黑角玉的丹黄 如今颓飞成了 这不仁不轨的样子 你交给我来 快走 是我们的 早就听闻萧门主在黑角玉的威名 今日 老狐三人就要请教一二了 对 昨天 你心动 一刀 突然 一刀 大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摩烟谷就背后偷袭这点能爱 还是拿出真本事来吧 听说萧门主掌控着异火 不知道与我们摩烟谷的化身火相比 熟强熟弱 二老三 这便是弄烟谷 这温度倒是接近异火 不过 却永远无法超越 三位 融合这火焰似乎还未伤人便先伤起了 驱使弄烟谷融合化身火的确会治伤身体 不过只要能夺回菩提化体弦 这些算不得什么 这火焰就是化身火吗 火焰谷的弄烟谷的确独树一指 不过可比不上异火 天火三弦变 若要以一敌三 确实要费些功夫 可你们偏偏不自量力 要在火焰上一较高低 看来那边的战斗快结束了吗 再来 散开 这火焰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 还是不堪一击 这花生火就能分化开 吞噬烈花 不知能否让焚坠进化 小门主 小心哪 星空火花 青雄一家火焰凝聚成这般形态 这只火花应该凝聚了他们体内的所有花生火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小门主 这星空火花可比得上你男一伙 这便是你们的杀招 那就让小门主感受下星空火花的威力吧 你们的花生火肯真令人有些失望 起火 起火 给我听 老大 快收火黄 那小子的衣火太恐怖 火黄顶不住 收 同样的招式还想再来一次 你这化身火 在下收定它 收 多谢三位的愧疚 这般重力 消炎便确直不公了 小门主的义火的确了得 是我们三个老家伙狂妄了 这化身火你拿着也无用 不如这样 小门主将它还给我们 老夫保证立刻退去 再不然只菩提化体贤 如何 老夫保证立刻 方大长老 现在的局面 你们离开与否 重要吗 你 你这个疯子 竟然该生吞火焰 老夫保证令他 你这下子的宣战血肠 我用小美姬全部留 你若继续和同伴联手 那我只怕要费一番功夫才行 可惜 你又糊涂了 寒风